喵,大家好,我是烟猫动画的风云园木木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吓出强大的故事 金木性别难,性格贼胆小,怕的东西贼多 比如蜘蛛,比如蛇,还超怕怪兽,无论大的还是小的 耳其还很怕黑,总之他什么都怕 已经严重影响了平时的日常生活 金木很想改变自己 二不久前,他在电视上了解到一种暴露疗法 说是只要直面自己害怕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我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 难道不就是人人解决的道理吗 反正金木认为很OK 他打算直面自己的恐惧 用惊吓疗法解决根本问题 第一天,他在卫生间里不停的来回走动 整个人非常急着慌张 还需要用药物去缓解症状 因为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小家伙 潜伏在他家的各个角落 让金木做出不正常的反应 除了逃跑,就是不停尖叫 最后承受不住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醒来后,毫无哭 那几天他一直都是这样神经兮兮兮的状态 但怪物们其实也没有对金木做什么 还一副悠闲自带,把这当家的样子 直到过了十天左右 金木个的不行 也不能总是不吃东西吧 于是他紧张兮兮的给自己泡了碗脆骨乐 结果被盯着吃饭的感觉 让他更加压力善大 已经历史六天了 金木还是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生活 每天都获得心的胆战 和怪物们一起刷牙 就连洗澡都搬吻 平时看到怪兽在眼前 他也小心高乱颤,一度想要放弃这件事 但金木还是想硬着头皮冲下来 很快三十天过去,到了月圆之夜 狼人兄弟在金木的床边吼叫 虽然他还是很害怕 但至少没有在被怪物环绕时崩溃的晕倒 甚至还能一脸从容 而且给食人花浇水什么的 金木也做到了 单单五十多天时 他已经可以主动跟怪物交流 很快就到了六十天的时候 金木已经往往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 他和怪物喝酒聊天 相互依偎着睡觉 还一起把这六十多天来弄得乱走在家 好好打扫了一遍 金木觉得自己可以很好的面对恐惧了 然而并没有 他最后一害怕的是 那就是和邻居女孩交流 他很沮丧 不过怪物们都鼓励他去挑战恐惧 对的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金木了 他现在应该无所畏惧 于是金木抱着忐忑不安的心 按响了对面邻居的门铃 没想到 真的成功邀请女孩一起约会 还告诉他 自己有情友好的怪物朋友 两人聊的也特别开心 只是真的把对方带回家时 人家的表情明显不对劲啊 相不看来 或许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恐惧的 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自己给自己施压的那种感觉 习惯可以改变很多 就好比北方人来南方 看他家里有小墙那样 真的习惯就好 对他故意恐惧 还怎么去享受生活呢 好啦 我们下期见